第一处胸部 研究发现85%的患者有肝组织病变 而且他们都有蜘蛛痣 有些人会问什么是蜘蛛痣 中间有一个小红点 周围是放手状的小血管网 看起来像蜘蛛的细脚 所以叫蜘蛛痣 它通常出现在毛细血管密集的地方 如面部、颈部、手背、胸部和肩部 第二处眼睛 皇帝内经记录了肝受血而能见 肝与目能变五色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肝脏的健康可以用眼睛来判断 例如如果你发现你的眼睛有红色的血丝 并且服药后不能消除症状 那可能是肝脏问题 其次肝胆疾病可能导致拱膜变黄 因此当你的眼白是红色和黄色时要小心 肝脏可能有严重的问题 第三处脸 当肝脏受损时 脸上会出现肝斑 也被称为黄鹤斑 在女性脸上更常见 当肝脏受到损伤时 即血液升温功能会降低 血液会受到影响 从而在体内形成长时间的中雪 一旦雨雪过多 面色会变得暗淡 色素会长时间沉积 形成黄鹤斑 第四处 手 肝脏不仅能为身体排泄毒素 还能使雌激素失活 然而当肝脏出现问题时 雌激素的灭活能力会减弱 雌激素会寄举在血管中 引起红斑 医学上称为肝掌 肝不好也可以尝试这一养肝小金方 古代名义书千金一方就记载了一道养肝茶方 准备决明子 枸杞 菊花 金花 桂花 牛瓣根 蒲公英 这养肝六菌子 废水煮五分钟 每天早晚各一杯 以上精心研制科学配舞 相辅相成 比单吃异种食物的养肝效果都要强 经常喝 清肝泄火 输肝解育 肝毒少了 肝脏会越来越轻松 这样平时也会少生病 随着 再次 再次